我們最後看一連五日的動漫電玩節開幕 今年有170個參展商 又新設手機應辱程式轉距 排了幾天 終於訂到限量版漫畫模型 還可以與早前宣布封筆的漫畫家馬榮成合照 我剛才見到惡偶像 已經很開心了 早安 緊張 還有球星朗尼、傑斯 回展星光奕奕 動漫迷說會盡情花錢 兩三千元左右 不過沒有預計 多拿一點 動漫節來到第十五屆 有漫畫參展商說限量版漫畫熱潮 已經被模型熱蓋過了 潮流是不斷轉變的 既然轉變我們就配合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靜止出書 還有新科技滲透了動漫節 平板電腦對準漫畫封面 漫畫就變動畫了 例如年輕人、小朋友 對於玩Apps可能更加在行 亦更加有興趣 這個參展商有漫畫家職場為人畫畫像 不過其實他們正在推銷 在電子藝術平台 今年大會新增設了手機應用程式專區 這裡是其中一個 不過參展商不多 只有八個而已 因應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 海關巡查發現有參展商在宣傳紙上 寫上初版限定 提醒他們可能違規 參展商之後遮遮一些字 無線電視機則一層梁君報道